花莲市国胜七阶经过议员以及里长等多个单位反映 有多处军力以及破损 因此花莲市公所从6号开始 为由开口契约厂商来执行路面整坪改善工程 而市长魏佳燕也在7号一早前往勘查施工的情况 也期许刨铺完成后 能够提供给用路人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花莲市国胜七阶经过议员及里长等多个单位反映 有多处军力及破损 因此花莲市公所从6号开始 为由开口契约厂商执行路面整坪改善工程 而市长魏佳燕也在7号一早前往勘查施工情形 期许刨铺完成后 能提供用路人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这次路面的铺设是因为我们张之瑜里长 然后还有嘉賢议员这边有反映说道路的状况 尤其就是在我们的中麻国小附近学区旁 那也希望作为一个重新铺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道路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市民呼吁 看哪里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路面 那看看是不是可以写到工所的一个信箱 那我们整体评估完 我们再来做一个改善的动作 那针对国盛期间这一段的一个道路不平整的部分 那也看到工所在这段时间马上就编列相关预算 来做相关修缮 那未来也会持续的来针对民众所反映的道路 来向花莲市工所跟花莲县政府来做积极性的反应 在此代表民众谢谢花莲市工所 为了让用路人有个安全回家的路 花莲市工所从去年开始 将路面整平列为重要的公共工程之一 这次国盛7街路面改善工程 四座路段由国盛2街交叉口延伸至国盛4街口 长度为312公尺 总面积达3070平方公尺 施工日数为两个工作天 预计在7号就能铺设完成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